在台南安定财政要问悬崖的高龙郭炳黄 今年算是没有悬崖堂尔采修的进行 因为企业有时冷有时热 而且又有着反流 落后来作成悬崖会 冷气变欧 一年来 辛苦财政200多张的悬崖手 全部的心血来发作欧友 因此希望农业上官团 可以证实到企业变成所担来的灾害问题 帮助众民找出更好的控制办法 在台南安定财政爱问悬崖的高龙郭炳红 每当所财政的悬崖手都会比山区 提倡各位来开灰结构 不过今年刷出现没有悬崖可以拆收 现在来到他的高兴来 可以看到每一张悬崖手上面 完全已经大量开灰 准备要结构的悬崖 因为气候有时冷有时热 并且又有着反流就会影响 作成悬崖会来达报变欧的模样 天气太冷 寒冷有时都会去充电就生了 所以刚才开灰的时候就会显到冰空爆炸 这都没浮沫 这都没浮沫 过完年之后 然后这不是低温嘛 又一直下雨 那个气温作降 尤其时间又很长 下了好几天的雨 那个温度太低 而且那个它的水分就是很冷 结果那个芒果 刚好是它早期开花的时候 那些花有走过的 它就长不大 就变这样子 整个表面都受伤了 也长不大 就这样子哦 就一直长不大 然后之后有开花的 它的花也就整个都这样子干掉了 无论过来专属两百多站的山项 就受伤害的变化来严重修讯 又让郭敏宏、阿姆、阿姆两人是非常无奈 看到自己一年来 辛苦在情的生活来发生欧友 这趁几天整个人都没担当的山项 还钓在柱顶 也没办法来修行 只要用大部的柱子来铺铛 等台梅妮中心来开花 这就收掉了 丹林坑这都要收掉了 收掉了 再当梅妮 我们没得到铺铺铺铺 没错一年长了 人生经营 结果赌到天灾 我们就没得到 这都是农民的 最怕天灾看我们吃饭了 是非的是非 该给他教学逛学的 还是一样这样子做 但是还得过天气它的骤变 一个过完年一个低温期 就是连续好几天 所以那个芒果他收不了 他的花果实都收不了 就变成这样子 对啊 真的很 也觉得很惋惜 对完成每天到时尾戒时 可以准备 留下来採取的爱门悬崖 但是刚才的航海 做成无法开花掉过 各种郭敏宏标识 今年悬崖全所的缩両 连一切都不够 因此是来新报天然灾害补助 也希望农业相关单位 可以建设 起来变成所担来灾害的问题 来帮助农民造成风景的办法 记者肖建伟安顶库 插红伯德 对啊 对啊 感谢观看